怎么看 对不对 终于有机会了 报纸把这个真相提出来了 对不对 老公在跟别人睡觉 滚起来 对不对 那是业长 严谨的业长 你要开始去 为这个去解释也没有 因为他愿意问你就有机会 但是如果你脾气不好 甚至批评对方 那你就不会善用这个助援了 那事实上这个世间 很多这种逆境 但是各位你要准备好 所以念一下 读经典 即是戒律 这一点你要记住 大乘的菩提心 你只要读到经典 任何一个字 都是你生命的戒律 而不是拿来参考 拿来批评的 阿含经典 大乘经典 密续的经典 都是佛讲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佛教研究者 你可能就会批评 就会讨论 那你今天你读到了 这个就是戒律 我一定要去做 而且要让别人知道 你要突破这个我执跟法执 你千万不要说 我是读阿含经的 这个大乘我不念的 我这辈子只念阿弥陀佛的 我不会念保火佛的 那你这样就违背戒律 违背菩提心的戒律 因为大家都有在念八十八佛 那既然念你要知道 这尊佛的意义在哪里 第八 这尊佛能从杀自己儿女的罪业中解脱 好 什么叫杀自己儿女 堕胎 这个很恐怖的 而且后面告诉你堕胎的业报是什么 所以各位一定要尽力 就算你没有 妈妈都有 阿嬷都有 古时候的人都有 为什么因为 因为要生女儿 要生儿子 对不对 不想生女儿 等等等等 那这个我们要很精进地为他们念 修 那夜报在后面 来 这种夜报会投生在树身充满无数铁刺的地狱 投生在这些树上 就会听到有人喊着过去所杀儿女的名字 听到真音时 如果位于树的下面 人就会踏着荆棘往上爬 这时会有铁鸟不断飞来 啄你的头手 等到爬到了树顶 已经被啄得面目全非 因为小孩子要从子宫拿出来 他就必须去把它切断 对不对 脚 手 切断 弄掉 甚至要让他吃药 慢慢地死亡 所以那时候你就会有这种果报 所以我们一定要真心地忏悔 但是忏悔自己堕胎最好的办法就是 告诉别人不堕胎 以及超度那些堕胎胎 所以我永远都放在前面 因为我有一个 我妈妈有两个 我的弟弟 但是我妈妈的那一份我来修 我二哥有六个 他交给我 所以我很努力 我大哥说他也有两个 那我就变很多个人 谁叫你出家 然后现在信徒通通给我 我现在有一千五百万个 所以我每天都要很努力地去做这个事情 好 翻过来 第九 第二 之后又会听到下方有人喊着孩子的名字 所以会再往下走 再一次被下面的荆棘刺得片体鳞伤 就这样上上下下无数次来回 永远无法解脱 每次上去或下来 都要遭受被刺或被咬的痛苦 顶礼保月光佛能够从这种痛苦中解脱 好 大家念三遍 那么保月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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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已经知道一个太重要的法门 希望大家弘扬出去 好不好 把保月光佛的形象找到 小朋友们把它印 你在家里礼拜保月光佛 然后你有堕胎三个小孩子 那你每天念个三百遍 很快 而且要顶礼 拜 推广 因为这样可以超度那些 被堕胎的小孩 你不能说 师父我写牌位了 他超度了没有 就算他超度了 你还是有这个业 请记住 很多人说我堕胎胎儿超度了 他就放心了 但是你堕胎的这个业还在 你一定要忏悔 所以不然你就会像 从叫到儿女的名字 一直往上往 一直爬 然后全身被割烂 或儿女在叫你的名字 骂骂妈妈妈 然后你就这样来来去去 所以业障要消除 堕胎的要超度 这两个都要 第九 那么 不空见佛 不空见佛 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北方 成为古因净土 顶礼这尊佛 能从阻挡他人进入佛法 或要别人舍弃佛法的果报中解脱 这种果报会进入到地狱 等一个黑暗无光的房子里 许多节都不得解脱 那么不空见佛 所以我们佛教一直被伤害 在印度的纳兰陀大学 各位朋友去印度 那个时候其他外教进来了 逃得掉了都逃了 逃到西藏 逃到中国 来度众生 没有逃掉的那一次 有三万个出家人 走到门口问他 你要不要改变宗教 不要就当场砍头 然后三万个人没有一个跑掉 全部被砍头 这是佛教在一个劫难 所以纳兰陀大学现在慢慢在恢复 也代表着三万个人这种坚定 但是你要想到三万人死了 对他来讲 持戒得神天 得满怨 但是这些杀人的人 那不得了了 他们叫无量无边的地狱受苦 所以各位想到这边 为他们忏悔 为他们念佛 所以每一个佛就会让你 对不一样夜报的众生 产生强烈的悲心 也把你累劫 可能有这个夜给断除掉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对 八十八佛要很认真 那一开始要先背 先拜手 慢慢了解他的意义 然后以后拜的时候 就像拜阿弥陀佛 一级一切 各位今天从 阿弥陀佛念佛法门的专注 学到了对每一个佛的专注 要这样来学 有些人很喜欢去灌顶 事实上你灌顶一个阿弥陀佛 然后你懂了如何去观修阿弥陀佛 以后你去接受别的灌顶 或是求法 那你要用这种方法 就像我下午告诉你 大悲心 菩提心 空性 身其本尊 十方之佛 融入 然后去念这个佛号 咒语最后回向 那你要修这些法门 因为如果你不这样 你就不能圆满 念一下 法门无量是圆学 对啊 因为众生无量 造业无量 所以你要法门无量是圆学 最后你才能够佛到无上是圆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我们是为了成佛才念佛 而不是为了圆满一个法门 我们一定要依法 依法这样来修行 所以对每一个法门 你都要这样认真 所以有些道场 他们会把 基本上会把三十五佛 画在旁边 那有些道场 又把八十八佛 八十五佛 通通都放在 然后呢 中间买阿弥陀佛 这样就是 既然我们要修八十八佛 忏悔妈们 那现在很方便 各位电脑上一按 形象都会出来 形象手印都有了 甚至你再深入一点 有些还有经典咒语的根据 就像七佛如来 怎么念 怎么观想 过去七佛 来自现在七佛 怎么去做 好 我们再念几句 那么保月佛 以身与意 制成 顶礼保月佛 就能够从 取用 生前财物的果报中解脱 无论是 寺院的东西 或是 深重的东西 你心中想要用 或者静字取走 就是取用 就是取用生前财物 这样的果报 会感得在地狱中 被融化同意 诸费身体的苦 那么保月佛 老实说 几乎我们出家人 在外面跑来跑去 都被投过钱 因为有些人就知道 你们出家人背个背包 然后跑来跑去 一定有钱 那是 当然一般人说 他拿走我的 你生气 那就不是菩萨道了 他拿我们 他好可怜 对不对 他将来要堕落地狱身体 被融化 一直融化 好可怜 然后既然你发生这种事情 那你要去观想 所有照过这些业的 的人 以及正在受苦的 我要为你拜这尊佛 希望你消除业障 第十一 那么无构佛 自行鼎礼这尊佛 能从殴打他人的果报中解脱 打人的果报 是升到地狱中 一个融化的铁翼容器中 火一直燃烧着融化的铁 所以热度很高 在这个容器中 罪人被一个有融铁做成的桩 不断垂打 那么无构佛 所以网路上很多在传人被打 然后故意喜欢传这个影片 那各位呢 如果你要看可以 但是你要一直念 那么无构佛 被打的是过去造这个业 打人将来还要守这个业 所以愿他们消除业障 第十二 那么勇施佛 顶礼勇施佛 能从杀人或杀 譬如畜生的其他众生的果报中解脱 杀生的果报 是身在充满融铁的地狱 被铁鹰杀死 那么勇施佛 所以大乘佛教 光一句话就圆满了五乘的修行 这个才叫大乘 并不是说我修大乘就不管人天福报 这里面告诉我们人天福报 不能杀生 第二个告诉我们解脱道 你看杀生轮回的苦 真苦 第三个告诉我们菩萨道 所以我们要帮助所有人不要杀生 以及杀生者赶快脱离痛苦 所以同样一部经典 那你了解了整个佛法的修行的重点 那你就会可以马上圆满了 五乘的圆满的修行 第十三 那么敬行佛 顶礼敬行佛 能从欺虎诈骗的果报中解脱 讲一些让人信以为真的话 但事实上是骗人的 或者自己没有某些内政的功德 或条件 却骗人有这些条件和功德 欺骗的果报会生在豪教地狱中 被热炭火燃烧 因为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豪教 所以称为豪教地狱 好 这个社会太多人利用佛教在骗人了 而且非常出名 各位都知道 但是你不要讲出他的名字 只要生起对他的悲心就好 希望他可以找离脱离这种恶业 也让他们这些信徒 他只是说有这么多信徒 这些信徒也有这种贡业 所以他们就必须听不到真理 拜到一个 父佛外道 讲他是佛法 但是他只是满足个人的欲望 知名度太多了 所以我们为他们念三遍 来 南无敬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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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 南无泛师佛 顶礼泛师佛能从挑拨离间的果报中解脱 挑拨离间是指把好的讲成坏的 坏的讲成好的 这个果报会投生到地狱中 感受身体被燃烧 嘴巴被灌入金属液体的苦果 南无敬行佛 好 我们就读到这边 我相信你回去一定会看完 哇 这个跟我有关系 然后呢 这个叫有一种警惕 进一步如何帮助众生 但是我希望各位 这一章是在 今天在洛杉矶在印的 很难得 但是各位呢 能够多熟 熟了以后啊 要给你儿子看看 对不对 因为他们在目前的社会 看到很多自己或朋友 哇哇哇这一条 那他就会多念这个佛了 教授写在他的手机里面 他就会多念 也可以帮助对方 特别你女儿 不小心都有堕胎啊 那你要请他懂得念 要懂得超度 那这边有两三个问题 我赶快回答 今天要发给各位一个结缘品 来 不丹烟共香 世界的净土 不丹山上踩下来的 那些最好的树木 然后做成的 可以上共 也可以下石 事实上一只就可以圆满 上共下石 那各位这个很宝贵喔 从不但运到台湾 从台湾运到美国 这可贵啦 但是我就希望各位 不间断的慈悲 好不好啊 那一天点一根 但是你点这一根 我早上有教各位啊 你点的时候最好念一下 焉共遗鬼 是找翁阿厚 对不对 然后这一只香就很宝贵 你要先拜佛 拜经典 拜菩萨 拜护法神 通通拜祖先 就算你家里没有拜祖先牌位 你要观想 先生的祖先 你的祖先都要拜 七世父母 你只要观想就好 翁阿厚 然后全部都拜完了 然后你就要拿去外面 拜感恩六道众生 然后这只香插在外面 好不好啊 插在外面 这个就是平常拜佛的方法 虽然你只有一插一只香 那是你要全部上供下施做完 然后呢 拿去外面点香 你要点到你隔壁来敲门 今天怎么没有闻到 这个不丹的味道 很香 你既然要做就做好一点的 第二个要给各位 一个很重要的咒语 那现在的科技非常好 很多咒语放在这里面 各位念一下 文武百尊心咒 总共有六个咒 五个 这个五五百尊心咒 可以超度亡魂 第二个 六字大明咒 第三个 六道金刚咒 第四个 莲花生大师心咒 蓮花生大师就是 阿弥陀佛的显现 莲花生大师就是从阿弥陀佛 身口意所生出来的 所以他有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 释迦牟尼佛 三合意的功德 再来 水解脱咒 意思是说 你只要把这个咒语碰到水 然后呢 这个众生就解脱 这个叫 碰到水成佛咒 也有这个奖法 那各位就把它 带在身上 或是送给别人 跟他结缘 最好 那麻烦一功菩萨 现在发一下 那这边有几个问题 快回答 我们做父母的 怎么样引导 青少年 借掉游戏电脑 不好的枪战游戏 除非这个年轻人 脑筋有问题 不然他 不可能不玩这个 除非这个年轻人 是菩萨再来 不然他不可能玩 不玩这个 那我想各位 重点是 你要多一点时间陪他 重点是这样 你不能把他放在家里 然后给他一点钱 然后他去读书 他不可能不染上这个的 除非他是圣人 对不对 一般他不是圣人 那你为这个事情苦恼 所以我认为赚钱是重要 但是你一定要花多一点时间 陪他 所以有些人虽然移民到美国了 妈妈要跟着过来 对不对 妈妈跟着过来的风险呢 老公在外面就有小三 然后你就两边跑 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你考虑好 考虑好 你为什么要把小孩子送到外国 那是什么目的 我希望他会讲英文 讲中文 怎么样 事实上 等他来一天不拜祖先的时候 你会后悔死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如果你一定要他来 那你一定要陪着他 你要花一点时间 而且陪着他你还要投其所好 你不能用这古板的方式教育他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真的没办法 那你就要多念 多念佛菩萨的名号 帮这个小孩子多点灯 帮这个小孩子多印经送给人家 种一下他喜欢看经典 做善业的音 给他光明面就对了 所以各位你要帮小孩子贡香 贡香他喜欢听佛法 贡花他喜欢思维佛法 贡灯他会看得见佛法 那你要创造这些助缘 再来 弟子的女朋友从小一起长大 她因为与丈夫的感情出问题 老公有外遇 而上吊自杀死亡 她自杀的时候有怀孕八个月 这是十多年前的事 我心中一直想知道 她还好吗 我应该如何帮助她呢 她有一个女儿目前过得不好 吸毒而且生了一个小孩子 郊游社会局带领养 情况不好 那必定了 因为她是上吊死亡的 而且肚中还有小孩 然后她如果没超度 就会影响她的下一代 那这怎么办 各位念来 南无不动如来 南无不动如来 不动佛 就是超度这些自杀的 还有被杀掉的小孩 或者是堕胎的 然后呢 除了这个以外 各位要帮她 按照缅甸佛教 点三盏灯 灯的下面还要放水 这三盏灯点好了 这个盘子底下还放水 然后呢 希望这三盏灯跟这个水 让她脱离这种 自杀轮回的痛苦 然后当然你做的时候 不是光为她 为全世界这种遭遇的 痛苦的女人 小孩 为她努力 然后也再回向给她 现世的人 当然其他的福报 如果你要去做 为她点灯 为她布施 为她放生 都有好处 那还有一尊 跟我念一下 一心齐情 孤伟大菩萨 引导自杀亡魂 脱离自杀痛苦 因为上吊自杀了 她就会在那个地方 一直上吊 如果没人超度她 她只能在那个地方 天天上吊 那个地方也不能住人 那这尊孤伟大菩萨 她就负责 把她带离那个地方 带离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为她修功德 让她有机会脱离这个痛苦 所以我们一起念 南无不动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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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请孤伟大菩萨 带走自杀亡魂 往生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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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不动佛 消除他自杀的业 孤伟大把他带走 阿弥陀佛 引导他去极乐世界 那我想 我们周遭所发生的 每一件事情 都是我们修慈悲心的助缘 那为了这个 所以你要去研究 要去问 学佛最怕不问 不问你不会进步的 你要去问 那你要去清净善知识 怎么超度自杀的 怎么超度老人失智症的 那你问了以后 还要去广为宣传 告诉别人 就像各位 今天很多人 第一次念到 三书佛的功德 问你就知道了 那你要赶快去推广 更要把今天的功德 会像他现世的女儿 还有他私生子 因为你现世的女儿在吸毒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不好的轮回 所以他的父母超度了 他的子女才会可能改变 不然不可能 所以如果你 你上辈子的父母没超度 或这辈子的父母没超度 念一下 法会功德 会像欺世父母 同享功德 同生净土 那你的运才会开 如果你上辈子的父母 或上半辈子的父母 都没超度 你现在就 你修行都有障碍 不要说做生意了 你感情都有障碍 你会觉得说 那个不顺 那个不顺 那佛陀规定我们 告诉我们 一定要超度 欺世父母 所以你所修的功德 你要很认真地修 一直回想给现世父母 往生父母 欺世父母 一直到累结父母 那这个是很重要 那由父母而变成众生 第三个问题 你常说 所有众生皆为曾经的父母 但听闻其他教派说 动物是给别人吃的 所以你看的是真理的经典 这样的人说 我想有些宗教 他认为动物是创造给人类吃的 那这个讲法 我们只能说 他没看到真相 释迦牟尼佛 他只是一个看到真相 而觉悟的人 他不是 他不是创造者 他只是发现了 告诉我们这个道理 所以当然你的儿子 他如果信其他宗教 他认为说 动物是神试给我们吃的 这是一个讲法 但是它不是一个真理 所以我们很有机会 听闻佛法 但是所以你要把这些佛法的经典 把它翻出来 我们有出一本把所有 为什么不要吃动物 杀动物 吃树的功德利益 集合起来叫 《佛说述食经》 下回我们把它寄过来 我说各位 你就上网跟他们要寄过来 那你要 你如果要跟你儿子 或亲戚朋友讨论 你要有经典根据 因为有经典根据来谈的时候 就有力量 为什么 那等于佛在说法 知道吗 我就跟他谈 那谈不来 但是佛经说 虽然他不是佛教徒 光这样讲 佛经说 他就有力量 所以为什么 《地藏经》可以超度三二道众生 念阿弥陀经 可以让他去极乐世界 因为那是 佛亲口所说的力量 佛亲口所说的力量 不会因为佛涅槃了 就力量不在 所以你念哪一个 佛的名号 咒语 经典 它那个力量 就是佛的力量 所以我想 引经据典 去跟对方谈 对方就不会跟你辩 所以我想 在这一点 众生都是父母 是佛亲口所说 所以有一天 阿难 佛陀就问阿难 他说 阿难啊 你把地球上的 所有的树木石头 都给它切成一片一片 可以切多少呢 阿难说 哇 不可能啊 算不完啊 那佛陀就说 你现在看到 天上来一只鸟 跟地上来一只小鱼 做过你阿难 爸爸妈妈的次数 超过地球 所有众生 切成一片一片的 几百万亿倍 哇 阿难马上 跪在那边哭啊 所以所有众生 无一不是我们的父母 释迦牟尼佛就讲出 他累劫 如何用身体 布施给他父母吃 来救他的父母 佛陀怎么样用身体 去布施给鱼吃 来救所有的小鱼 都是他的父母 那这些呢 各位要多看这些经典 你就会升起 对众生的感恩的悲心 对方再怎么 伤害你 你都不会恨他 学佛最怕 你有一个 排斥对方的心态 这是你心中的流 会让你没有悲心 会让你很恐怖 所以有些佛教徒 还会用法门 去攻击别人的法门 这个是没有悲心的 你千万不要接近他 学佛一定要远离二子事 不要因为你是大秤的批评小秤 不要因为你是禅宗的批评念佛 不要因为你是念佛的批评密宗 因为你已经在伤害佛教 你已经没有悲心 没有悲心就不是我们的善知识 所以一个善知识 他就是说 一切善法都是佛法 帮助众生的方法都是佛法 天主教基督教 任何有帮助众生里面的善法 我们都从内心里面的尊敬 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去看不起别人 或排斥别人 这个人在杀身吃肉 你更对他有慈悲心 这才叫佛法 而不是去批评他 所以各位永远记住 如果写书 或是公开在演讲上 去批评到其他宗教 其他教派的都非善知识 这个要寄存住 因为佛陀有跟我们讲 千万要远离恶友 如果你不远离恶友 你所修功德都白费了 破三规一戒 你破三规一戒 你五戒十三戒 菩萨戒都不算数 都没有 所以一定要记住 所以我想任何的宗派 他讲的哪里不好 我们就用悲心 真理给他看 光只要存在 他愿意接受这个光 他黑暗就不见了 那你要替他种善根 所以刚刚带各位念八字八佛 不是去看别人的缺点 而是要替他忏悔 大乘不是替自己忏悔而已 要替众生忏悔 他越坏 你要越替他忏悔 越回向给对方 所以你要交给你的女儿 万一你的老公欺负你 回来找妈妈 但是不要骂老公 对不对 就怪自己的愚痴 贪欲夜暴来了 对不对 自己好好忏悔 原谅对方 如果对方 这个女孩子 不原谅他过去 抛弃他的老公 这女孩子没办法修行 为什么 他这个恨 他这个不满 就会成为他心中的 独流 永恒的嗔恨心 永恒的排斥 他将来就会有刀铃剑鱼 他将来就没办法过好日子 所以各位 这个心中的独流 小秤断贪心 大秤断称恨 金刚秤断愚痴 什么叫愚痴 对金刚秤来讲 每个人都阿弥陀佛 每个人都是他恭敬的对象 连地狱都是他的净土 不能有分别性 叫金刚秤 要破一切 像说我们叫金刚般若 波罗蜜多 你才能够圆满一切 凡所有像都是虚望 你不能有分别 要这样去看待佛教 所以我们能够 另一句阿弥陀佛 已经很伟大了 但是太殊胜了 但是你不要说 如果念这个 其他我都不念 那你又毁谤到佛法了 不能偏执 一切都是释迦牟尼佛 说出来的 我们要对释迦牟尼佛的教法 要有平等心去尊敬他 不然我们就变成 轻慢教法 毁谤正法 不得往生 这一点一定要 一定要把握在心里 好 今天法会圆满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